匈奴,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为何会走向灭绝的边缘?其实,真相并不复杂,当一个社会当集体的罪行被合法化时,必然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匈奴的灭亡,正是因为他们在权力与暴力之间走上了危险的道路,罪恶行为被视为常态,这个曾经强大的游牧民族,究竟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呢? 大家好,欢迎订阅爱时说,匈奴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速度非凡,很快就占据了草原的制高点,传说中,匈奴的祖先是夏节的儿子纯维,当商汤推翻夏朝后,纯维带领布众北陶在外,开始了游牧生活,在茫茫草原上,这个部落世代繁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匈奴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文明截然不同, 以畜牧和狩猎为生,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忙于内斗,无暇顾及北方,匈奴趁机壮大,成为草原上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奇数精湛,建法高超,游牧生活锻炼出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匈奴人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在广袤的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游牧王国,他们的军事组织灵活高效,能够迅速集结大规模骑兵,这种机动性成为他们最大的优势, 匈奴真正崛起于战国末期,当时的缠鱼投卖虽然实力不济,却为匈奴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莫独更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天才战略家,正是在他的统治下,匈奴真正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草原霸主, 莫独缠鱼的故事堪称匈奴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他以残酷手段夺取权力,却也以非凡的才能将匈奴带向了巅峰,莫独发明了鸣笛,这种想剑不仅是一种武器,更是他统治的象征, 他用鸣笛训练不下,要求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否则就会被处死,这种极端的训练方法虽然残酷,却有效地塑造了一支令敌人胆寒的铁血军队, 莫独的统治手段虽然残酷,但却有效地将匈奴凝聚成一支铁血净驴,在他的领导下,匈奴迅速扩张,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 他们北至西伯利亚,南靠长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中亚西亚,俨然成为了草原上的霸主,莫独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征服上,更体现在他高超的外交手段, 他巧妙地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莫独的统治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他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 匈奴社会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放牧,战士即可成军,这种高效的军事动员能力,使得匈奴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莫独还建立了一套以左右贤王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这种制度有效的巩固了蝉鱼的权力,也为匈奴的统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在莫独蝉鱼的统治下,匈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他们不断向外扩张,频繁骚扰汉朝边境,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白灯之为, 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北伐,却被匈奴大军包围在白灯山,险些丧面, 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匈奴的军事实力,也迫使汉朝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 这种和亲政策不仅缓解了双方的军事冲突,也为匈奴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文化交流机会, 匈奴的强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他们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制度, 匈奴重视青壮年,认为他们是部落的中间力量,法律严厉保护作战人员, 对内部犯罪行为零容忍,但对在战场上立功的勇士则给予丰厚奖赏, 这种制度既维持了社会秩序,又极大的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 匈奴的经济体系也颇具特色,他们通过征服和掠夺获取资源, 同时也发展了一定程度的手工业和贸易, 匈奴过度依赖掠夺,却忽视了生产和文化的发展, 长期的劫掠行为,让很多匈奴贵族逐渐被汉文化所吸引, 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发酵, 最终成为匈奴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匈奴的统治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但也限制了其长远发展, 这种局限性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显现出来, 匈奴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文景之志开始, 匈奴内部就出现了分化的迹象, 一些匈奴藩王开始投降汉朝, 这表明匈奴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矛盾, 长期与汉帝接触, 让一些匈奴贵族看到了农耕文明的优越性,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汉武帝时期, 汉朝开始对匈奴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 李广、韦清、霍去病等名将率军出击, 多次大败匈奴, 特别是霍去病的六次出击, 彻底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 匈奴被迫退出河西走廊, 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一系列军事打击不仅削弱了匈奴的实力, 也动摇了匈奴人的信心, 许多部落开始动摇, 寻求与汉朝和解的可能, 匈奴人不得不退回末北, 放弃了许多原有的领地, 更糟的是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匈奴的元气, 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 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加速了匈奴帝国的分裂, 匈奴的政治体系开始崩溃, 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激化, 缠余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这种内部分裂不仅削弱了匈奴的军事实力, 也导致了其社会结构的解体, 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在呼喊携缠鱼的带领下, 主动投降汉朝, 他们逐渐被汉化, 最终融入了中原文化, 北匈奴则选择了西迁, 他们向西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种分裂不仅是地理上的, 更是文化和命运的分野, 南匈奴的选择代表了一种妥协和适应, 而北匈奴的西迁则体现了游牧民族不屈的精神, 这条西迁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北匈奴一路西行, 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磨难, 有一部分人在五湖乱华时期重返中原, 建立了短暂的政权, 但很快就被汉化, 另一部分则继续西进, 最终到达了中亚和东欧地区, 匈奴的西迁成为了古代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西迁过程中, 匈奴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融入了当地的民族, 他们的后裔可能成为了后来的匈人, 但这已经无法考证, 曾经叱咤风云的草原帝国, 最终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匈奴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终结, 一场更大的变局, 在匈奴内部酝酿着, 由于匈奴自莫独以来, 一直有奴役其他部族的习惯, 因此趁着仆奴一步自顾不暇之际, 在其身边的其他游牧部族纷纷趁机崛起, 作为古老游牧族群东湖的分支, 部分东湖人以鲜卑山, 金大兴安岭为祖源, 逐渐发展出另一支影响历史的族群, 鲜卑族, 在有限的游牧空间里, 早期的鲜卑人充当汉朝的打手, 直面奴役了他们多年的匈奴人, 鲜卑的分支拓拔部, 干脆将原属匈奴左贤王领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视为自己的家园, 与之抗争到底, 没吃没喝的北匈奴, 实在没办法, 只能率不息间, 最后, 在斗县击汇匈奴之后, 这支残部便在史书上呈现扑朔迷离的状态, 在南北朝时期成书的 《卫书》中, 作者明确记载, 这支匈奴残部被击溃后, 吸顿乌孙, 在乌孙停留一段时期后, 其中精壮的匈奴部众再度踏上西迁的步伐, 喜剧更远的康居, 并与当地的乌孙人, 高车人, 原匈奴同属的丁灵人, 因其族战车车轮高大而得名, 同化融合, 建立了越班国, 由于匈奴残部一脚踏入了中亚底界, 此后, 中原王朝再没有与之发生过战争冲突, 中国的史书上再也没有这支曾经叱咤东北亚草原部族的踪迹了, 直到北匈奴西迁近200年后, 才有西方的历史记录说, 当时西亚国家大亚美尼亚的国王泰格兰内斯, 可能是发明亚美尼亚字母的梯里达底三世, 手下有一支匈奴部队, 他们在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 约309至379年, 讨伐中亚各个民族时, 曾有出色的抵抗表现, 但西方历史对匈奴人的记载, 也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 因此, 当上帝之边阿提拉带领他麾下的匈人铁骑征服欧洲时, 惊恐的人们第一反应便是曾经游历亚欧北部的匈奴部族卷土重来了, 然而, 匈人与匈奴的关系, 至今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在西方史料中, 关于匈人最早的记载大约出现于公元350年左右, 那时, 阿提拉正带着他的盟友阿兰人, 及中国史料记载的眼菜, 属原康居国的一部分, 发动对东哥特人的攻势, 从现存史料的角度, 西方学者K内密提认为, 匈人一词很可能来自斯特拉波记载中的弗埃诺族, 及富尼人, 而在另一部西方古书百科书典中也有记载, 塞里斯国内的图霍罗人, 富尼人和其他蒙昧不足, 都不重视肥壮的牛羊, 塞里斯及古代西方对中原王朝的称谓, 故内密提认可, 匈人是北匈奴西迁的产物, 不过翻阅历史可知, 在匈人出现的那段时间内, 亚欧大陆北部除了北欧之外, 基本都处于游牧民族势力范围内, 因此, 听着阿提拉的横空出世, 以及内密提的猜测, 很难将匈人与北匈奴西迁的血脉流传勾连在一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留在汉朝的那一支南匈奴, 之后成了东汉政府的边防军, 在随后的三国短暂分裂时代, 他们再一次失去靠山, 只能返回草原, 与崛起的鲜卑人争夺生存空间, 并最终在击败鲜卑族的同时, 举起了反进大旗, 西晋永家五年, 三百一十一年, 叛进的匈奴军队在首领刘聪的带领下, 俘虏了近怀地, 这起被称为永家之乱的历史事件, 是久无声息的匈奴人的回光返照, 他们的铁蹄, 由此再度踏破了中原来之不易的天下一统, 并开启了长达二百七十年左右的大分裂时期, 但很快, 匈奴人热衷内讧的劣根性又让他们丢失了地盘, 在随后的动荡与迁徙中继续分解, 并与其他民族融合, 形成了未尽南北朝时期的杂虎, 而这些杂虎, 除了少部分融入塞北各族, 绝大部分在隋唐大一统之后便在史籍上消失了, 这意味着, 匈奴人在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 已彻底融入中原汉族而宣告落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